中国女兰四十年艰难一查 看完以后热泪盈眶 宋小波 苗栗杰 震海霞 一串串的名字熠熠散光 1983年 中国女兰第一次在世界的舞台上亮相 犹如幽闭太久的人走出暗房 好像一只青蛙离开了井下 世界这么大 一时半会儿 我们的眼睛还无法适应灿烂的阳光 这时候的杨伯勇主教练 提出了全新的篮球思想 实现由进攻到防守的转化 防守为主 信念指导思想 你用移攻为主 指导思想 解决了我们最落后的篮球 但是你达到世界水平 从落后变成先进 不从防守开始抓 不从思想作风开始抓 永远不在进攻 这就是当年的宋小波 女兰国家队的队长 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她 身高1米82的宋小波 是那支中国女兰队长 80年代以出色的投篮能力 和顽强的披护作风 著称的她 是中国女兰的标志性人物 其实对美国的场比赛 我们是有机会赢的 宋小波转身后来爆球 宋小波是想有弃防的枪 然后转身以后 有一个耗眼动作 宋小波他在个人技工上 其实很有自己的角色 跟美国的美亚国合分都能超过20 1983年巴西圣保罗的第九届世界女兰锦标赛 中国女兰初次亮相 实力不够呀 没有办法与美国女兰对抗 但是在继军的争夺战中 坚决拼抢作风非常顽强 71比68把韩国女兰拉下了麻 这个场面是惊心动魄呀 三分险胜 女兰球迷心情欢唱 报纸电台 齐声赞扬 抖翅亮相 惊艳四方 十年时间很快过去 随着高中风 陈岳芳的退役 另一个高中风 横空出世 威争四方 她的名字叫郑海霞 1992年 主教练李亚光 率领中国女兰 踏上了巴塞罗那奥运会的篮球场 最后的决赛 在美国女兰的面前倒下 1994年 随着郑海霞的决息 在李亚光的代理下 中国女兰在巴塞罗那奥运会 用国引海 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1994年 第十二届世界女男锦标赛 半决赛碰到澳大利亚 女男姑娘 66比65啊 仅仅一分之差 取得了决赛权啊 冠亚军决赛 87比96 输给了巴西 我们夺得赢牌 这也是迄今为止 中国女兰在世锦赛和世界杯上的 最好成绩 艰难拼搏 来之不易啊 最后是中国女子人交队 战胜了这首 中国女兰 比66比65 战胜了澳大利亚军 这样中国女子男球队 就取得了第十二届 世界女兰自己标赛的决赛权 决赛上虽然中国女兰87比96 不必搭西 只获得网均 郑海霞本场不得27分 十一个篮板 当选世界赛最有才是球员 这就是当年的郑海霞 青春在篮球场上尽情的挥杀 这位是今天的郑海霞 岁月催人老啊 郑海霞不再是当年的模样 回忆昨天不胜感慨啊 此后中国女兰的大赛成绩 开始了过山车一样的下滑 1998年的锦标赛 仅仅取得第十二名 2000年最为痛彻心扉 我们连悉尼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也没有能够取得呀 这个时候郑鲁明 林威寿命 坚决地推出了三从四大 郑鲁明的特殊训练方式 就是三从一大 从年从男从实践进化 大欲动量训练 像机械套战 就是每次的训练都是 在极其难度的情况下完成的 而且自己都是在 比较悲伤的情况下 把训练课完成的 2002年女篮试锦赛在中国南京举行 这也是中国女篮第一次在家门口参加试锦赛 最后中国女篮在五六名排位赛中不敌西班牙 以第六名的成绩结束了本次试锦赛之旅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女篮一路搏杀 夺得第四名 汗水浸泡的第四名 只差一名没有能够站到奥运会的领奖台上 所以说我们是应该说是窝心淘胆吧 应该是窝心淘胆的九年才能够到 才能够到地平 此后的女篮心老交替 陈吉再度严重下滑 2006年四锦赛女篮只获得了第十二名 2010年的四锦赛只获得了第十三名 2015年在中国的武汉亚洲锦标赛的决赛 我们输给了日本女篮整整三十五分啊 一场惨败却毫无办法 看看这个人这是谁呀 这是不久前离任的女篮主教练许立明啊 为了中国女篮许立明担金戒律 如今身心俱疲坐在了冷雨上 李悦汝 韩旭等一批年轻球员 也在这里时期勿选中国女篮 身老交替正在小国女篮 许立明教练 晨前起后 这副模样看着让人心疼啊 我在去年大声呼吁 许教练换新人上吧 后来新的主教练 郑威来了 现在啊 这边的郑威接着这个 各位朋友 中国女篮正在争战世界杯赛场 大胜韩国 大胜赛黑 第三场我们输给了美国女篮 却赢得了国内海外的 其身赞扬 比赛还在进行 乘风破浪 会有时日 折瓜云翻 即仓海 谢谢大家